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求问他如何能够得着永生 但耶稣给他一个建议之后 那个人却不愿意放下他的产业 结果就悠悠愁愁的走了 接下来跟门徒之间就有一些对话 门徒就认为说 连这么优秀的人 借命都遵守了 而且他是一个有钱人 应该神很祝福他 他应该是一个艺人吧 然后呢他又是个官 连这样的条件的人 我们都不如他 连他都不能进神的国 那其他人能 谁能进神的国呢 耶稣就说没有错啊 人靠自己根本没有资格进神的国 所以此事在人是不能的 但在神凡事都能 神已经赐下天国福音的救恩 白白的救恩 愿意谦卑承认悔改的罪人 就必得赦免 就被接纳为神国的子民 这恩典是百百得来的 所以没有什么好骄傲的 就是继续谦卑的跟随神 撇下一切 然后来这个跟随主 所以特别在耶稣 他在这个那段讲论 结束的时候就有提到 撇下一切 为耶稣的名撇下一切 来跟随他的人 必要得着百倍 今生要得着百倍 并且要承受永生 等到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他要得着永生 但耶稣也提醒 然而有许多 自认为是在前的 他最后却是在后 而自认为自己是不配的 条件不好的 但却愿意谦卑 倚靠天国福音 跟耶稣救恩的人 自认为是不配在后的 反而要因此在前 而进入神的国 那耶稣觉得门徒 还是听不明白 所以在二十章 他又另外再举的一个比喻 进一步来说明 希望能够提醒门徒 把握这个什么叫做 在后的要在前 在前的要在后 耶稣他就继续来讲 因为天国好像家族 就是清早就出去 清早指的是六点钟 天国好像有一个家族 他清早六点钟就出去 雇人 就是雇一些工人 进到他的葡萄园来做工 那这个和工人讲定 一天是一钱银子 就打发他们进葡萄园去 一钱银子指的是 一个罗马的银币 是一个工人 一天的工资 在耶稣时代 银币有两种 一个是罗马政府 中央政府所发行的银币 第二种是 有一些城市 他获得罗马政府的允许 他们自己也可以 铸造钱币 所以就有一些是 有一些城市 例如说什么推罗西顿 他们会发行一些 菲尼基人的银币 所以会有罗马银币 和希腊银币 基本上罗马银币上面 都会有君王的头像 那有一些 菲尼基 或是希腊的银币 上面是没有头像的 所以要收圣殿税 或是要去圣殿 要去奉献 你首先要先把 一般在使用的 有罗马皇帝头像的 罗马银币 要去跟兑换银钱的 兑换成 那个希腊银币 才可以去奉献 因为那个罗马银币上面 有那个头像 就代表是雕刻偶像 好 那第三节 约在这个四出出去 在九点钟 这个主人又再一次出去 因为葡萄园很大 工作做不完 工人不够 他就进一步 九点又出去了 看见这个市上 就是中央广场 街市上面中央广场 还有闲站的人 就是说 他们目前还没有找到工作 那因此呢 这个家族呢 就招呼这些 在中央广场 还找不到工作可以做的人 闲站的人 就对他们说 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所当给的 我必给你们 他们也进去了 所当给是多少 并没有讲清楚 但是知道 六点就进去的人 忙完一整天之后 可以得着 一个银币 第五节 约在五正 指引到十二点 和这个申出 这是下午三点 家族又出去 也是这样行 也是看还有哪些人 闲闲没事干 浪费光阴的 那因为这个家族的产业很大 走来来来 你们也进来工作 这个约在这个 有出的时候 已经是傍晚五点钟了 他还是出去 看见还有人站在那里 就问他们说 你们为什么整天在这里闲站呢 因为到六点 今天就结束了 所以家族呢 他又出去 看见 怎么有一些人 整天在那边闲站 不去工作 都已经傍晚五点 好可惜啊 一整天宝贵的光阴 就要过去了 你们一无所有 一无所得 今天就浪费今天了 那这些闲站的工人就说 因为没有人要雇佣我们啊 可能是这个其他的家族 觉得说能力不好啊 条件不够啊 看起来就是这个不可靠啊 没力气啊 或是有残疾啊 所以一直轮不到他们 他们都没资格 进别人的葡萄园去工作 那这个家族就说 来你们也进葡萄园去 去工作 只剩一小时 他说没关系 你们也进去工作 好到了晚上 好大家都做完工作了 园主就对这个管事的说 把工人都叫进来 给他们工钱 从后来的开始 然后这个发工钱 一直发到先来的为止 好第九节 所以呢 那个在那个傍晚五点 被雇进来的人先来 然后呢 这些傍晚五点的人 他们从傍晚五点 做工一个小时 做到傍晚六点 他们每一个人都得了 一钱银子 就是一个罗马银币 做工一小时 竟然也得着全天的工资 然后呢 就啊 接下来就发这个下午三点 接下来发中午十二点 接下来发早上九点 最后发早上六点 就进来工作了 第十节所以呢 极致那先故的来了 要来领工资的 他发现那些工作 不满一整天的 都得了这个一钱银子 所以呢 这些很早就来的人 他们以为必要多得 谁知也是各得一钱 那他们得了工资是一钱 他们就埋怨家族 埋怨家族说 我们整天受苦受热 为什么那后来的 只做了一小时 你竟叫他们和我们一样吗 所以他们觉得不公平啊 我们从一早就撇下所有的 为你做工 做到今天都结束了 好像这个我们跟随了耶稣 从年轻的时候就跟随耶稣 一直到我们今生结束了 结果呢 这个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 给我们的这个奖赏 给我们的这个永生 跟别人所得的永生也是一样 可是他们比我们挽服势主 他们是后来的 我们是再前的 他们是再后的 所以不公平 他们说不公平不公平 十三节家族就回答 其中一个人说 朋友 家族还是 没有责备他啦 他只是说 他还是把他当朋友 你们一整天忠心 这个是值得肯定的 朋友 我没有亏负你 你与我讲定的 不就是一钱银子吗 我们当初就讲好了 拿你的走吧 我给那后来的 和给你的是一样多 这是我愿意的 这是我给他的白白的恩典 我的东西难道不可以 随我的意思用吗 因为我做好人 你就红了眼吗 这样 那再后的将要再前 而再前的 要再后的 所以耶稣说呢 这样那再后的 将要再前 就是那个比较晚来的 那个之前一直被 其他的葡萄园园主嫌弃 以至于他们都 找不到工作 其他的葡萄园园主觉得 你们不够资格 不配 进来我的园子里面 跟我一起工作 这些人 我愿意恩待他们 让他们得到白白的恩典 这个叫再后的 那这些再后的呢 他非常感激啊 我只做一小时 我本来今天是 一天是零耶 我今生原本是一无所得的 这一生都浪费了 但是呢 别人看我不够资格 但这个园主很慷慨 很恩待我 叫我进来做他的工作 而且是给我白白的恩典 而且是超出我的所求所想 所以那再后的那些工人啊 他反而要再前 什么意思 他心中充满了感恩 他充满了对原主的感恩 所以他本来是不配的 他现在跟原主的关系 反而是非常的接近 非常的亲近 所以再后的 反而跟原主的关系 变成债钱的 而那个本来债钱的 就是他认为他工作劳苦一整天的 他现在看见 怎么别人也得着这个白白的恩典 他就忘记了 其实若不是原主给你机会 他也不一定要雇用你啊 你能够进来也是他白白的恩典啊 可是他没有感恩的心 他就骄傲自高自大 认为在天国里面 他应该要高人一等 他心中没有感恩的心 反而埋怨家族 所以他本来是债钱的 他现在跟家族的关系 反而疏远了 反而债后了 所以呢 这就是主耶稣在提醒 彼得 也提醒这些门徒 没有错 你们跟那个富有的少年观 原本比起来 你们其实是不够资格的 你们是傍晚五点 才进来工作的 论条件 你们是排最后的 但是呢 那个富有的少年观 他条件比你们好 可是他们不愿意 进葡萄园来做神的功 所以他这一生 不仅是悠悠丑丑 他这一生毫无所得 所以你比起他们来讲 你们这些债后的 你们反而债钱的 你们要感恩的 第二个 你们要留意了 不要以为现在 已经跟我同工了 所以呢 如果以后有一些人 这个比你们晚跟我同工 比你们晚跟随我 可是呢 他们永远存着感恩的心 永远知道自己原本是不配 所以在我面前就不断的谦卑自己 这样的人 他反而就越感谢这个救恩 他就越去体会上帝的心了 那你们要留意你们这些 现在在夸口 在争论谁 在神的国里面功劳比较大的人 你们感恩的心不见了 你们跟我的关系就疏远了 你们债钱的 反而就债后的 我想这个是给我们一个 很好很好的提醒 所以我们要为那些 债后的 能够心存感恩 也来服事神 我们为他们高兴 不要眼红 再来耶稣说 你们撇下一切的来跟随我的 在今世要得百倍 来世得永生 什么叫今世得百倍 就是今生活得精彩 今生活得有价值 你看这些工人 跟着这位荣耀的家族 一整天 没有浪费他生命的一分一秒 从清早六点工作到傍晚六点 一整天 没有浪费他的生命 与主耶稣同做工 与主耶稣一起传天国的福音 活得精彩啊 没有浪费生命 没有浪费时间 今生只会票价 这个叫做 今世得百倍 而且来世 会得着永生 会得着天上的财宝 会得着主耶稣极大的存在 要与主耶稣同做宝座 按照天国福音的标准 称信的人为义人 定不信的人为恶人 兄姐妹 今天的信息 何等宝贵 在我们下祷告之前 有一件事需要大家的带导 鼓励和支持 我们淡江教会 国度影音 YouTube频道 在2021年 2月22日 礼拜一晚上 七点半开始 我们有一个 每周一会固定播出的节目 叫做台湾脑力机 借由专家 学者和牧者 一起来针对 重要的时事议题 给予回应 也希望能够提供 符合圣经价值观的 重要意见贡献 因此非常需要大家的带导 并且能够转发 分享给你周遭的朋友 希望能够成为一件 非常有价值的事情 需要大家的协助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帮助我们 主我们 真的是说我们本来是不配进 园子里面与你一起工作的 但你破格路用我们 因为在这事 在人是不能的 但在神凡事都能 你恩典恩待着我们 因此求你让我们 今生今世不要骄傲自大 今生今世也不要向主埋怨 做神的功劳苦 主啊 我们如果没有来跟随你 服侍你 我们就是一整天没事干 在那边一生一无所获的人 主啊 恩待我们 让我们这一生 与你同行同行 宁愿烧尽 不愿绣坏 宁可这一生精彩的被你使用 也不要站在那边 闲懒不结果子 谢谢主 能够服侍你 是我们最大的恩典 也是我们最高的荣幸 奉主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 愿神赐福大家 感谢主